女排式锦赛已经进入到最后两日,今天是半决赛对阵,明天是决赛的对阵,经过之前两天的休战,很多球迷或许已经忘记了比赛直播的时间,今天将有两场半决赛的生死战上延,胜者去争金牌,戴者将去争铜牌, 另外还有五六名的排位赛要打,女排式锦赛还胜无偿比赛,错过了这两天的比赛,如果再开女排国家队的赛事,还许等赛季结束后,明年的女排世界联赛开展,七精彩程度,远远不能和式锦赛相比,所以作为排球迷,千万别错过,北京时间12点40分, 荷兰女排对阵塞尔维亚女排的半决赛将准时上演,届时将通过腾讯体育,企鹅直播可以收看,到塞尔维亚,对阵荷兰女排的比赛直播,斯洛特耶斯能否把荷兰女排扛进决赛呢? 说单核不行,斯洛特耶斯能否证明给我们看呢? 拭目以待吧,值得一提的是,这么顶级的排球赛事,在CCTV5手机客户端做流星直播,在央视CCTV5鸿刚解说的比赛,居然要延时20分钟播出, 当然这也不是央视第一次这么干,小编提醒求女朋友早做决定,接下来是,14点40分中国女排,对这意大利女排办决赛的直播,虽不是生死,但生死生死,两年以来,中国女排还没有战胜过意大利女排的经历, 意大利女排也是中国女排未来十年的终极对手,希望大家不要记错时间,准时为中国女排加油,18点20分日本女排,对阵美国女排,傲娇的美国女排去大五六名之争,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威冕冠军美国女排是古洛平洋,但能否被选期呢? 我想日本一定会认真的去拼的,这里只重要介绍的是,本季美国女排的球衣款式很性感,错过这场比赛之后,也许您年会换了款式,再也看不到了,你懂的